达令无碍 慈亡美丽坚 安心疗病 速去速归 蒋介石前去送别爱妻的那天是1942年11月17日 凌晨 山城的雾还是很浓 浓得让人有些担心 飞机能否安全启程 可看一看单架上的宋美玲是那样的销售 那样的虚弱 实在是越早就医越好 几句简单的道别之后 在蒋介石的亲自监督下 几名随从将担架抬上了飞往美国的专机 几天之后 消息从纽约传来 蒋夫人的病情好转了 但宋美玲并没有向蒋介石所嘱托的那样速去速归 她这一去就是七个月 宋美玲有病 千真万确 什么病呢 可能大家都注意过 宋美玲非常爱穿旗袍 但您可知 她的旗袍必须是纯丝制的 因为她患有非常严重的皮肤病 据宋美玲的外甥孔令卡回忆 一旦发作起来 其全身红肿刺痒 感觉一百只手都挠不过来 痛苦至极 根据医学专家的分析 宋美玲得的很可能是过敏性前麻疹 战时重庆 缺医少药 把她送到美国去治疗也是在清理之中 但关键在于 再严重的皮肤病恐怕也用不着大夫看七个月的时间吧 难道说蒋夫人还有别的病吗 有 宋美玲真正的病是心病 怎么治呢 要钱 要更多的钱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4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美之间形成战略同盟 结为了世界反法西斯大业中 同一战毫的伙伴 这使得之前已经小有成绩的美国对华援助思想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942年6月2日 常驻美国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 与美国国务卿赫尔正式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 依据这份文件 中国将从美国获得援助总额 对于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来说 国会的讲台 洛杉矶等美国一线城市 进行了七次公开演讲 宣传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牺牲精神 向美国及全世界人民传达了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 在七个月的宋旋风的影响下 美国的对华援助 尤其是在军事物资方面的支持 成几何倍数 突飞猛进 而至于来自美国民间的认同 我们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足以表现 在由时代周刊向订户发起的支援英勇的中国人民活动中 各界现金捐款就高达25万美元 而至于实务捐助 慰问声援等等 更是不计其数 但所有这些却彻底惹恼了一个人 一个同样姓宋的人 宋子文 据美国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斯披露 打从宋美龄计划防美开始 身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就完全公事公办的建议 蒋夫人不要防美 而等到宋美龄来了 宋子文又不予协助 并且一再催促小妹 说她停留太久会不受欢迎 应该回去 而对于哥哥的种种不配合 宋美龄显然也是极为不满 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件中 她非常直白的报告 宋部长在美大权独揽 极难共事 二十年前娇称的叫人家大哥哥 如今冷下脸来称呼其为宋部长 这对在美国留学期间 曾经相依为命 亲密无见的兄妹俩 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援助 怎么会一下子就闹得这么僵呢 难道说看到妹妹大获成功 宋子文还在吃醋不成 要了解宋子文和宋美龄之间 如此闹僵的缘由 还得说回到1939年 抗战打得越发艰难 金钱 物资 装备 军火 直至政府国库日渐捉襟见肘 孔祥熙身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毫无作为 当时国民政府急需英美势力的援助 可让孔祥熙去筹款 死活就是筹不来 反倒是有关她中饱私囊 大发国难财的新闻屡见报端 这一来 甭管孔祥熙平时有多么顺从于小妹夫 蒋介石也受不了了 他亲赴行政院 降了孔祥熙的行政院长一职 而既然是打了一个 那必然就要拉回一个 蒋介石又找上了宋子文 1940年6月 宋子文欣然接受蒋介石的邀请 以蒋私人代表的身份赴美球员 您可能会觉得奇怪了 宋子文这个人 怎么就这么给点阳光就灿烂呢 难道他被自己那个蒋姓妹夫坑得还不够吗 您问着了 要是别的事 宋子文可能真的就不管了 但是去美国非他莫属 孔祥熙筹筹不来的款 他宋子文就能筹得来吗 能有这么大的把握 这事咱们得客观地来看 要说伤财经验 宋子文可能确实是稍微强一点 但这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且不说战时的巨款 就拿咱们老百姓做个比方 生生地去跟外人要钱 甭管是装可怜还是陪笑脸 恐怕对方都会扔出一句 凭什么呀 哎 宋子文真正比孔祥熙高明的地方 就在于 他把这个凭什么 给琢磨透 来看一下这张在美国注册上市公司的 第一号股票 企业名称是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而在公司注册人和持有人栏中 所填的名字赫然就是 TV宋 宋子文 1940年抵达美国之后 宋子文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成立这家公司 业务职责简单而明确 落实美国圆华款项 及租借物资导案 并转运中国内地 而至于圆华的钱物 怎么能到达中国内地呢 就需要宋子文的 这家环节承包商来干 而这就是宋子文想明白的 那个凭什么 拉钱绝非动动嘴 跑跑腿就能搞定 即便是嘴皮子磨破 腿肚子跑软 如果对方没有好处 怎么可能给你呢 美国人实际的很 那么如何才能让对方得到好处呢 有钱大家赚即可 从名称看 宋子文的企业是供应中国国防的 但是其中聘用的高管 却是一顺的美国人 而且那都不是普通的美国人 这里边包括 罗斯福总统的娘舅 德拉诺 美国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霍布金斯 美国陆军部助理部长 麦克罗伊等等 职位身份算不得最高 但每一个都握有实权 对于美国的府院政治体系 宋子文实在是搞得门清 聘用了美国高管 那就等于是在政府外围 先拿下了一批利益集团 无论是金融中转 还是军火物流 想从中间环节捞好处 这批本土的利益集团 自然会跳着脚的 渗透钻影 替中国游说 游说成了 游水也就来了 这一招的能量实在惊人 到美国四个月后 宋子文就拿到了手笔援助 2500万美金 只是抗战以来 美国向中国提供的 第一笔现金贷款 仅仅一个月之后 一亿美元的信用贷款 又接踵而至 钞票源源不断 连带着公司的利润 也是蒸蒸日上 您还记得之前 看到过的那张股票吗 成立五年不到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在美国上市 股票面值100美元 一百美元一股 贵呀 这么高的面值 说明公司业绩优秀 您想想 宋子文的这家企业 之前得赚了多少钱 而在上市之后 又得圈倒多少钱 当然 这些都是后患 单看宋子文 因此所获得的政治利益 已经不得了了 1941年 国民政府颁布任命状 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一职 常驻美国 全权管理美国对华援助的事宜 这位蒋介石的大酒哥 终于重新回到了决策中枢 扬尾吐气吗 有的有的 宋子文接下来 赴美筹款这个扎手的任务 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一来他向妹夫蒋介石证明了 你没我不行 二来他给了姐夫孔祥熙 一记窝心脚 你就是不行 三来多年抗日的诉求得以如愿 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但为什么细细想来 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呢 说出来都新鲜 从古至今 有哪国的外交部长会是常驻国外的呢 按照大姐宋矮玲的意思 宋子文应该当的 是驻美大使 由于此前 宋子文在筹款期间 处处替美国人谋利益 时任驻美大使胡适 愤而辞职 就在胡适前脚刚走不久 重庆那边 宋爱玲 就来找蒋介石了 他热切地举荐 现如今 对美关系是党国的头等大事 驻美大使 除了大帝 再无别人合适啊 对于大姐 蒋介石一般都会言听计从 但这一次 他沉默不语 在宋爱玲诚恳的目光背后 他仿佛看到的 却是孔祥夕那张深不可测的胖脸 哈哈哈哈的 再笑个不停 大姐和大姐夫 乃是怕宋子文回国 抢了孔祥夕 财长的位置 蒋介石他不傻 他可不能让别人 像这样牵着鼻子走 不过既然 大姐都发话了 他又必须维持好 家族政治的平衡 于是便有了 他那个奇怪的人命 新任驻美大使 魏道明 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 但却常驻美国 而这一切幕后交易 宋子文显然是不知情的 虽说对于驻外外长的 这种安排胡一不止 但是他还是接受了 常驻美国 更方便壮大他的经济利益网 同时外长的身份 还能保证他把对英美外交 完全划定为自己所掌控的禁区 何乐而不为呢 但宋子文的算盘显然打错了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就从此刻开始 一场专门针对他的暗算 已经悄然启动 而暗算他的人 既有他的大姐 大姐夫 小妹夫 同时 还有他最亲 最爱的小妹 那个终将闯入他禁区的女人 宋美玲 在宋美玲访美之前 中美之间的政经交往 基本上属于宋子文 全权掌控的专属区 他经常可以和国人夸耀 自己是美国政坛高层的座上宾 夫人张乐仪和罗斯福夫人 那更是私交身后等等 但妹妹的到来 不仅宣宾夺主 看看 连美国总统都在追捧的架势 这简直是反客为主了吗 埋头苦干 小三年 赶不上妹妹的七个月 宋子文的心里 可能会有些酸溜溜的 但仅仅羡慕嫉妒恨 可绝非就是两个人 互相撤肘的理由 兄妹真正相争的 其实是对美外交的主导权 到底谁说了算 这才是大问题 依照宋美玲的想法 争取美国援助物资 应该一次尽量的多要 今儿来点明儿来点 不是个事 此外 兄长公司里高薪聘用的管理层 全都是外国 这点也很过分 那些个老美 能明白 进而顾及到中国的需要吗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这位大哥 在对美事物上 指手遮天 说一不二 这 有咱们可以的 宋美玲实在是个聪明女子 她挑出来的毛病 全都是宋子文 不足为外人道的小猫腻 就拿争取援助的量化标准来说 长着要比大的固然好 但零敲碎打 会让宋子文的成绩单 更加的丰满 漂亮 而至于外国高管 那本来就是宋子文耍的政治手腕 他还要指着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们 帮着他以钱生钱呢 公司最终在美国高调上市 就是明正 可当时的中国是蒋家的天下 宋美玲是宋子文的小妹 这没错 但她更是蒋委员长的妻子 内助 任何旁人在国家事务上 都绝不可以拥有超越领袖的权利 而至于什么自主决策 更是连想都不要想 哪怕是自家大哥 也甭想 当国家权益之中 越来越多的混杂进了个人的私利 宋家兄妹之间的关系 也就越来越紧张 并且微妙 紧张字不用说 而微妙呢 就妙在了蒋介石的态度上 接到宋美玲的来信投诉 从来就没喜欢过 宋子文的蒋介石 本应该毫无条件的站在爱妻这边 但这一次 他却出奇的冷静 1943年5月16日 17日 18日 蒋介石连续发了三封电报 主旨 调和兄妹关系 16日的电报是特别发给宋美玲的 其中是这么写的 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 请遇伤文兄 应请其代表发言 而无碍竭力协助之 如其言有一漏之处 则再由无碍代其补充说明之可言 演讲 好好讲你的 但如果是会议谈判场合 还是得听你歌的 蒋介石一封电报就确立了主旨关系 而17 18日 两天的电报 则应该算是分别叮嘱兄妹二人 再次强调 由谁拍板的原则 给夫人的 物与子文态度一致 给宋子文的呢 三妹必与兄一致 并请兄代表发言 笔乃从旁协助 请勿念 这是什么情况 蒋介石就不怕老婆跟他急吗 放心 至少当时还不会 毕竟电报发出的时候 宋美龄嫡美也就刚刚半年 夫人外交的效果到底如何 蒋介石心中没底 况且光凭妻子一介女流 去和宋子文经营了几年的利益网络 抗衡 也绝非明智之举 此时蒋介石还用得上宋子文 当然别忘了那句老话 此一时彼一时 用得上和用得久 那完全是两码事 宋美龄在信中列举出兄长的那些过世 尤其是自行其事 大权独揽一项 蒋介石能不在乎吗 当他最终可以确定 在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件事上 老婆已经完全可以取代 甚至超过大舅哥的时候 宋子文离倒霉也就不远了 宋子文又要倒霉了 莫非他就是传说当中的倒霉催的吗 这一次还真不能完全怪别人 这一次宋子文有点自找 原本这应该是宋子文驻美功绩的一部分 经过他的不断努力 中国得以继身四大同盟国之列 想介石更借此当上了中国战区总司令 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肩 洋洋得意之余 他向宋子文提出 想邀请一位美国将领出任他的参谋长 一来可以在国际上挣足面子 二来以后跟美国要援助 兴许更加方便 委员长发话 宋子文格外的上心 能给妹夫找个什么样的老外 跟他自己的利益 那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经过反复衡量 宋子文签订了这位 约瑟夫 史迪威 西点军校毕业 官拜中将 在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前 此人已曾四次来话工作 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 在美国军界政界 享有中国通的称号 史迪威受到本国高层的弃重 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在宋子文看来 能把这样一个高级将领 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出门面 实在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只可叹 这个一向认为自己最懂美利坚 最能玩转大老外的外交部长 在这件事情上彻底地看走了眼 于是乎 皆大欢喜变成了 满盘皆数 正是因为极受美国高层器重 史迪威身上那种 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狂劲 才格外的强 接受中国邀请赴任之前 史迪威被美国军方授予了大霸的权力 而其中很多项竟规定连蒋介石都不得过问干涉 这还只是小事 更严重的是俩人经常在战略战术上发生莫大的分歧 以至于史迪威多次在日记中直接咒骂蒋介石为蠢驴 而当蒋介石发现 他的这个美国参谋长 在政治上竟然非常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时 那一口恼羞成怒的血就差点喷出来了 本想给自己配一个高级打工仔 结果找回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一夜 本想玩一首锦上添花 却不料对方 非觉得是来雪中送炭的 你说这蒋介石能受得了 1942年的7月份 蒋介石第一次提出撤换史迪威 没成 转年8月 他再一次提出相同的要求 结果呢 史迪威还没当回事 宋子文相慌 汉迪当前将帅不和 此为大忌 他那个蒋姓妹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宋子文太清楚了 要是哪天把他这个推荐人当成出气筒 想到自己费尽巴拉找的将军 到头来没准会将了自己的军 宋子文觉得实在是不知道 他打定主意 甭管多难 史迪威 必须轰走 由于总是被设计 被耍弄 宋子文去办公室找蒋介石的时候 往往都是气苦苦的 但是 1943年10月的这次 风尘仆仆刚从美国归来的宋子文 却一反常态 他特别的兴奋 以至于都忽略了称呼上的一些规矩 宋子文 直接就说 同政啊 美国那边都答应了 同意召回史迪威 他马上就得走 勾引 勾引额位 哦 子文兄 不急 面对几乎在首屋祖岛的宋子文 蒋介石却非常淡然 停顿片刻 他说了这么一句 于这几日存夺再三 决定 还是留用史迪威将军吧 啊 宋子文当场 瞠目结舌 你知道我为了让他们召回史迪威 费了多少劲吗 我在美国国会一路磕头 都快磕到罗斯福那儿去了 你知道吗 现在你告诉我要留用 你还是人吗 多少的委屈 就在宋子文的心头翻滚 他就像火山一样要爆发了 但终究 如骨梗在喉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听光当一声 就如同之前无数次的不欢而散一样 宋子文摔门而去 望着宋子文离去的背影 蒋介石目光阴沉 长久不语 他的心里同样拧巴 留用史迪威 他当然不愿意 但是出于大局考虑 他还是先防着身边这位大舅哥 宋子文吧 所有的外人 甚至也包括像宋子文这样的内部人士 肯定都会觉得蹊跷 蒋介石恨史迪威恨的牙根痒痒 却为什么会在美国已经答应 将之召回的情况下 又决定留用了呢 如此调诡的变局 其实都只能问一个人 宋家的大姐 宋矮玲 简单来说 宋矮玲导出这样一幕出尔翻尔的大戏 目的全是为了自家丈夫孔香西 此时由于各种丑闻缠身 孔香西在国内国际上的名声都很臭 而随着美国援华的款项 物资频频到位 宋子文眼见就将荣归祖国 那一旦宋子文得势 老公的财政部长等等要职 还怎么可能再当得上呢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霹雳 一直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对于大帝宋子文 宋矮玲总是秉持着一种仇视的态度 总之 提防了那么久 终于等出了史迪威这个事 宋矮玲决定出手 而且还要拉上另外一位 那个对大哥意见颇多的小妹 宋美玲 1943年9月13日到9月28日 两周时间 宋矮玲宋美玲先后六次见了史迪威 目的只有一个劝史迪威向蒋介石道歉 让委员长吓得来台 脸上有光 与此同时 宋美玲在家里不断提醒蒋介石 中美英三国首脑峰会就要召开 此时拿下史迪威 恐怕太不给罗斯福总统面子了 里里外外咱们一窜躲 蒋介石和史迪威 真的就握手言和 也不再提撤换什么的了 结果从头至尾只留下宋子文一个 两边都得罪 里外不是人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什么道歉啊握手 都是假的 蒋介石根本就容不下史迪威 这一点 史迪威自己的心里也跟明镜似 在言和那天的日记中 史迪威写下了这样一段 一条响尾蛇 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 虽然我不知道响尾蛇是谁 他真正的目标又是什么 真正的目标早就已经被咬得伤痕累累了 就当宋子文为了史迪威事件 黯然神伤 甚至悲愤交加的时候 宋矮宁正在为蒋介石 做如下的思想分析工作 你说 大帝干嘛这么积极的要搬到史迪威 还不是为了让美国人滚蛋 好自己支配原划物资吗 之前听妻子 告状说他独揽大权 此刻又有大姐指点的这么清楚 相比于史迪威 宋子文的权力膨胀和个人野心 才是蒋介石更为担忧的 既然现在美国方面 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再指着他了 那对于这位大舅哥 可就真的需要严加管束了 蒋介石决定开会 开家庭会 开针对宋子文的家庭会 说得通就说 说不通 不可能说不通 宋子文正今微坐在沙发里 讲宅的气氛让他觉得不舒服 房间里一共五个人 都是家人 但宋子文总觉得 那八只眼睛里透出的目光 和户外的天气一样冰冷 同时又是那样一致的不怀好意 妹夫蒋介石率先开口 他与其委婉 子文兄 美国租借物资的管理权 你看是不是可以交出来 现在社会上已经有丑闻流言在疯传 以地欲见 是不是可以交给财政部管理 更为稳妥 接下来的会议自然是越开越不痛快 继而就生出了激烈的火药味 宋子文不仅拒不交出 美国租借物资的管理权 还态度激烈地指责起了蒋介石 话说得越来越狠 眼前宋美龄一个没按住 哎呀 口字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宋子文的额头上 已经被蒋介石砸过来的茶杯 活了个大口子 血瞬间就模糊了宋子文的视线 朦胧中 他看到妹夫的脸憋得通红 妹妹的脸 吓得惨白 这是继1933年 那季《耳光之后》 蒋介石第二次爆打宋子文 由于没有被正事所收录 所以现场到底是个什么样 描述的各不相同 有人说两个人只是拍着桌子对骂 还有的说蒋介石掀了茶几上的杯子 但是没有扔向宋子文 那我们为什么会采用最激烈的版本呢 之后告诉你 我们有证据 无论真实版本到底如何 总之 宋子文的人生就这样 随着一次家庭会议再次跌到了谷底 自1943年10月高调回国之后 宋子文就从政府高层和报纸广播中消失 一个月后的11月19日 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包括前任外交部长王宠慧在内 随行人员一大堆 但努力促成此事的再任外交部长宋子文 却踪影不见 宋子文在哪呢 此时他正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的住所里 不准参加官方的活动 也不准他回到美国 此时距离他上一次挨打正好十年 而观其心境却无法与往昔同日而语 当年他还有小妹宋美玲 回家和蒋介石大闹替他出头 保他在经济上能大有成就 现如今能够在蒋介石面前说上话的人 都被自己得罪光了 再过一年自己就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但从此刻的遭遇来看 他宋子文的天命 难道就是这样被打入冷宫终生吗 蒋介石软禁宋子文 罗领奇闭门思过 这一关就是两个月 当他再次出现在妹夫面前的时候 恭恭敬敬递上去的 便是这份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胡佛研究室里的文献 其中这样写道 两月以来独居深念 旧历成多痛悔何疾 切之于君座 在意虽为辽暑 而恩食于骨肉 旧历成多痛悔何疾 这样卑微的话都能说得出来 宋子文真的是变了 那个曾经极端自负 心比天高的财经博士 终于在现实不断的打击之下 对着那个恩食于骨肉的冤家 红口白牙的做出了选择 平日所以经经自立者 为之效忠君座 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进眷埃之宝 而抗战以后内心更加兴奋 无论在国内国外 为之埋头苦干 秉承君座之导 今以戴罪之身 成不敢忘有任何独情 一切进退形藏 均为君命视听 扶起无论处何地位 所以效忠图报君座之志 由必与青天白日 同其真衡始终不渝 一口一个秉承君座之导 一口一个均为君命视听 宋子文自比对蒋介石的忠诚 竟如青天白日 我们已经很难去揣摩 在这两个月的禁闭之中 宋子文到底经历了 什么样的痛定思绪 在这样一份言辞恳切 委屈求全的毁罪书中 又能有多少是他的真心话 但不管真心与否 蒋介石好像还是选择 相信了大舅哥 半年之后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到访重庆 宋子文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 陪同接访全城 而这一次 没有出现在欢迎队伍中的重要人物 是谁呢 是行政院的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孔祥锡 曾有史学家形容 孔祥锡和宋子文 就是蒋介石政权中的一副俏俏版 此起彼物 孔祥锡跑路 宋子文自然也就得以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1945年 抗战胜利后 为表忠心 宋子文 忙不迭地登上了反人民的战车 曾经因为不同意搅供 而挨护蒋介石大嘴巴的他 此时却求援拉钱 筹款筹枪 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挑发的内战服务 而在经济领域 从把接收敌尾资产变成了 接收大员们的饕餐盛宴 到为了填补战货留下的千疮百孔 而倒腾国库黑箱操作的黄金蜂巢案 短短两年间 国同区恶朴遍野 民不聊生 不论政治 经济已经被捅出了无数窟窿 四面漏风 左右之处 这已无计可施的宋子文 只能是黯然倾刺 而蒋介石 甚至连打他的心气都没了 1947年 宋子文被发往广东任省主席 替蒋介石准备退路 极致大厦将清的那一天真的降临 宋子文却最终和国民党政府 分道扬镳 1949年1月 蒋介石下野之时 宋子文也要走 但是他没有奔赴台湾 而是选择了香港 行将动身 蒋介石前来送他一程 这队做了二十多年的亲家和冤家 分手时的对话是这样的 蒋介石说 你为党国做了许多事 我都记得 宋子文的回答却是 嗯 你打了我几次 我也记得 还记得茶杯事件吗 既然宋子文说的是 打了我几次 那看来 当年蒋介石确实是用那茶杯 砸中了宋子文 不过 不知道听见这样的回答 蒋介石又是什么样的反应 会不会也感觉 如同癌了 披面一掌 由香港赴巴黎 由巴黎而美国 最终宋子文还是定居在了 他更能适应的环境 他是从报纸广播中 得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而当蒋介石最终逃离大陆 狼狈不堪的新闻传来 宋子文一笑置之 彻底远离政治 宋子文把后半生的经历 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家庭之中 从1950年开始 宋子文的三个女儿相继出嫁 并陆续生儿育女 孙辈的降生 给宋子文夫妇晚年的生活 带来无限的乐趣 而每当外孙们的生日聚会召开 当上老爷的宋子文 也会更加思念 那个遥远岛屿上的亲人 1963年2月 宋子文再次回到台湾 这一年蒋介石76岁 宋子文69岁 都是已经过了耳顺之年的老人了 十几年没见 双方却还是话不投机 两个人在一起交谈 几天下来不超过30分钟 唯一的一句有感而发 是蒋介石对宋子文说的 我这一辈子跟你做生意 都是赔本的买卖 这一对妹夫和大舅哥 终究没能做到 一笑免恩仇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 宋子文几次重大的不听话 不作为 都被归结成了国民党 败退台湾的罪魁祸首 1967年 孔祥熙去世 蒋介石 亲笔撰写了 长文哀悼 而在四年之后 宋子文去世的时候 蒋介石 只字威胁 1971年4月25日 宋子文在吃饭的时候 被一个小肉块卡住喉咙 导致窒息 猝然吸去 享年77岁 又过了四年 蒋介石病逝 两个人吵来斗去 大半生 恩恩怨怨 就此都成为过眼云烟 只剩下宋美龄 孤然存世 回忆着哥哥 还有丈夫之间的点点滴滴 1971年9月1日 宋子文去世后不久 宋美龄从台湾给宋子文夫人张乐仪 寄去了一封家书 信件的内容 均是英文打字而成 但是抬头一句 略显颤抖的中文笔记 亲爱的嫂嫂 已经流淌出多少哀愁 寥寥数语之间 思念和亲情的温暖气息 已经是扑面而来 亲爱的嫂嫂 今年的夏天 酷暑难当 尽致我 未能及时体会你的细心 承蒙你在这个多世的季节 还在想着我 感谢你寄来的国画策集 我的身边 终于有子我哥哥的东西相伴了 美 蒋介石夫人